我觉得说的挺对的 职业选手这么多年能维持好的状态 最重要的还是反思 对 但有些职业选手他如果输了 或者说状态不好 就是猛烈 他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对 这可能会让你暂时忘记那种失败的感觉 但是你要是真的能反思的话 可能才会帮助你改掉这些缺点 看这把酒桶被绊了 酒桶黄紫 还有上把发出出的刀妹 这把是完全换了一下 翻list 这个发现那样搬打也没什么用 真的没啥用 但其实没啥用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他没抢 没抢 剩下的这个比较有用的 阿玛跟齐亚娜还是被搬 好 这边倒没有什么特别的点了吧 放点压索 孙重 我觉得就是今天V5特别想拿这个压索 但还是选择了打野位的塞拉斯 我觉得还是打野位 现在塞拉斯感觉打野更多一点 而且上一把 吨磋是打出了全队最高的伤害的 对 不过塞拉斯也去打阿拉夫不好打 塞拉斯现在基本上就是中路或者打野 这边是卢仙 这把要打下路了感觉 这卢仙是逼着你拿猫咪了吗 你要不拿猫咪这边肯定要抢猫咪的 那V5这边下路怎么办 你不可能把猫咪跟卢仙放在一边吧 吨磋之毛跟泰塔嘛 要打这个卢仙加猫咪 他可能已经默认对方会拿这个猫咪了 嗯 吨磋之毛不可能加猫咪对吧 对 组合感觉特别拉 吨磋之毛加猫咪太逗了 但是他如果不拿辅助的话 其实涛博是可以抢强调自己想要的猫咪 然后去扳的泰塔 猫咪拿扳一手泰塔 扳一手猪妹 对吧 把猫咪比较啪的两个辅助都扳了 让猫咪这把秀 打得那吗 这有几百年没见了 上个见的是我伪将 这以前西叶有一段时间也很喜欢用这个 但这一种真的很猛 诶诶诶 这得不拿猫咪吗 谁要拿一个左翼 先拿中路 看来觉得涛博的下路 还是有更多更好的辅助 左边肯定要搬猫咪的 右边肯定是 搬泰坦 搬泰坦的 这两个是必搬位 因为如果你自己这里猫咪被搬掉 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去搬竹梅 对吧 和卢西安配合的点还是有挺多的 主要看来这个英雄还挺刻像左翼 这种卢西安那种灵活的英雄 是的 大招抖不掉 翻了弗兰 中路先给中路缓解一下压力 德弗兰达左翼是真低好打 是的 两边是真不围绕下路打呀 是的 下路给你们 给你们抢个AD 已经够给你们面了 也不选辅助 也不搬辅助 他自己把泰坦搬了 自己反而把泰坦搬了 这个 那泰坦这里搬了狗熊 狗熊 这个英雄 狗熊的英雄我现在觉得真的只能打福是什么 是 打其他英雄是真的很弱 有时候回啊 好弱啊感觉 特别容易当ATM 而且你自己没有装备 其实你被动啊 你这种什么坦度啊 都是不行的 自己搬了牛头 没有默认搬吧 咱们这版本是盐阙金属 漂亮 威武上拿垂石了吧 真的不办 看起来是想 威武应该上拿垂石了吧 或者他想好处拿什么猪妹啊 这种是或者潘森那种骚东西搞的 哎 有可能 对吧 有可能 有可能 他这个是明显的放猫咪 他就不办 他就骗你选 他这个绝对有个骚东西要选的 哇 威武辅助用什么 好期待啊 垂石反而是比较 正经的 对 可是我感觉可能是出没潘森 哎呦 这就是潘森 上次潘森是谁用来着 呃 我想想 呃 不是他们 是那个威绩 对对对 威绩 靠谱跟南风哥 对 然后 他们可能觉得 哎 这个比较靠谱 是个思路 是个思路 而且下路 由于是卢西安这种单个带猫咪 那潘森的战斗力是 直线上升 哇 飞机 那赛拉斯要走上了 哎 不过也不好说 飞机跟英雄有的时候也可以走上路 这边 30有可能要再来一把 蜘蛛鬼了 这一把我倒觉得可以拿船长 嗯 船长也可以的 对 这一把我觉得可以拿船长 这一把感觉下略方的呀 是的 这一把拿船长的话 其实凯特斯啊 会计船长在打团的时候 对凯特斯还有很大的一个现实 对方这几个人除了飞机以外 手都偏短 是的 还是大的雪鱼 嗯 觉得369的雪鱼 还是比较有自信 他的对线雪鱼打得不错 因为上一把是什么 上一把中单是个刀妹 嗯 其实上路补个雪鱼 补AP伤害也合理 对吧 然后这一把呢我们都看到了 中单是一个左移 那AD的输出 如果真的打到后期啊 卢仙的后期是 比较难以去做输出的 他是两个AD输出 后期都比较单一 是的 主要的输出还是来自于雪鱼 打到后期 这把飞舞的阵容 我觉得比较有趣多了 比上把的时候看起来要好 而且我觉得是有赢的点的吧 这下路可能会打穿 下路这个组合是非常凶狠的 确定的阵容 两个教练 有好握手 下去讨论 对吧 我们 哎 你这个怎么想的呀 我就觉得我要打得凶一点 这太凶了 王僧 潘森 加卡里斯塔 这个可能要从二级 开始就要越了 中路 左移 左移队上飞机 飞机不出一半 应该还是会来到中路打的 对吧 这还真不好说 感觉威武这个队 有的时候搞不懂 主要我觉得飞机打上路 很怕被抓 对 非常怕被抓 飞机上路一般打法师 对 这把又正好是个法师 不好说 感觉这两个人 那上路可能要被抓 你想想看 你那个小W 那点位移 这没啥用 只要打野嘛 大家都咬 也是 芒僧和奥拉夫 这把 芒僧讲道理来说 应该是一个奥拉夫的counter 看一下吧 看样子打着什么样 这把阵容的话 所以我选的要 更加的有进攻性了 是的 中野已经辅助下路 看一下两边出门 到底怎么分路 现在V5这些队 就是这样比较有趣 真打上去了 你看 这飞机 昨天因为我 刚解说了三场 塞拉斯中单 我对这个英雄中单 突然有了新的认识 感觉中单对象好强啊 前期 特别打中法师 看一下这边 Ki上校对于我们本场比赛 阵容强度的一个分析 他就是中前期 左边有潘森 付出之毛 非常的猛 但是25分钟之后呢 逐步是由 涛博这边的阵容会来 机关比赛 25分钟后面 给到吸血鬼啊 吸血鬼就成型了 但下路 卢西安家猫咪 还真的被潘森 我觉得还蛮刻的 是有点小刻的 对 主要那边 摇打野成功率特别高 是的 这边付出之毛 也是从任 卢西安也是带了个强弓 两边打野 全都征服者 飞机里吧 倒是带了个偷钱 直接就上来 W去坐你 但这一波 浩波下路坐的还可以 反正这个墨衣 现在也是摸着了 反正现在飞机 越来越多的 会选择这个 启迪系的天赋了 奔赫这个位置 感觉有想法 这不是为啥 真有机会 一技能拉过去 跑到冰堆里 这波要交闪 但是被Q到了 被睡一下 也就这样了 打是打不死 得多逼个闪现 这一波 怎么感觉 塞拉斯的E没拉出来啊 对吧 塞拉斯是E技能 突进了以后 看到左翼 增上小冰堆里 没有去拉E 没有特别好的机会吧 对 然后左翼交闪之后 他E技能的时间已经到了 本项比赛第一视角 温迪 飞机 我这把是个上路飞机 可能打的会比较枯燥一些 飞机带偷钱 看看小伙怎么样 不过上路他打的这种英雄 确实带偷钱 没啥毛病 最近这种带那个 起见先附的这个飞机 确实越来越多了 发现好像没有必要带这个 训练步伐 或者怎么样 要么咱们就换技能 要么咱们就偷 反正你是不是发育 对吧 对 还是发育起来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上一把凯南上路 其实跟飞机 我觉得在对线期面对吸血鬼 是差不多的能力 对吧 就是手柄你长 然后小有小技能的小爆发 一开始确实是可以压制的 但是等你起来之后 这个换拳就赚不到便宜了呀 哎呦 哦 这是一大波线啊 打野有没有在 打野没在 还挺远 主要西伟这个英雄 太能赖线了 这边三中角 还是选了一个多兰街出门 还是很难压死他的 说白了 慢慢就细细回来了 这把主要还是要看下落 闪现地道 这位猫咪的即时下车 很漂亮 挡住了毛森的Q 但是他还想走 他干活死 我的天哪 但是问题是熊野也不敢上 对吧 这三个人太凶神恶煞了 哎 这一波涛博的下落 配合非常的好 猫咪的下车 挡住了毛森的Q 挡住自己这里没有死 下落交了一万个 张文士技能 对 这都会打的是真大 还回头又勾引了一下 但这样说的话 我觉得 套波其实下落连续顶住了两波攻势 有点小舒服 对 你这毕竟都是一波全角闪现 对 三个闪现交出来的 那如果 如果线上你没有这种一波爆发 把我打死了能力 那我猫咪肯定是恢复啊 消耗啊都要更给力一点 是的 这波猫咪的下车下得好 下得真好 但是熊熊这波来了 怎么办 弹森太好抓了呀 你这一波没位移的 所以说 这一来一回 刚才那波 交全技能没拿到优势 就说已经基本上 这个组合到这了 熊熊这脑子很清楚的呀 很清楚 这杀戮 两个人没闪 打野没闪 而卡里斯塔这英雄 真的一个人来守 守塔是真没啥能力 是的 哎呦 卡里斯塔好孤独啊 没办法 他的羁绊没有了 这怎么办呀 没得办呀 打野 远走他乡 跑上路去了 远走他乡 稍微不好抓 这个飞机 飞机没什么控制 对 两边上单来 这把都不会去的 直接找点人打一套 对 好像是被发现了 在拼石头人 但是猜错了 王森并没有摊 那个石头人 去把打石头 啊 这边F6的视野看到了 他这个位置感觉有危险 他可能不知道 这边有视野 闪现这些丢斧头 分光是没有闪现的 这波他应该是逼死了 这波回来想打 这个TP 哎 这个TP是必要下来人的呀 这是 小东北 什么意思 身上有闪现 能跑吗 闪现要过墙了 哎 这波其实 很危险 碰斧头要死了 死了 哇 这波满意 又TP下来 但是这波是换掉了一个 闪现 闪现 这是最气的 这咋着 这上来三板斧 刀刀劈在肉上啊 自己的肉上 自己的肉上 劈在自己的大腿根 没有 我想说熊熊这三板斧 三板斧三个头呀 这兄弟 熊熊这把起飞啊 起飞了 哎 感觉 威武啊 他们这把把全部的精力 其实是放在下路 他选择这个阵容就是想帮下的 对 只有下路崩了 其他路也开始有点急了 所以就第一波被那个笨给操作了 操作了操作了 第一波你说如果杀了啥事没有 知道你没闪的呀 很明显的就直接过来弄你的 跑不掉 这个TP确实没啥必要 这个TP是买一送一 无论如何就打不过对方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跟野的一样 又是一幅 这波是真的起睡到 睡到是真的跑不掉 一个扶 一个扶 哎呀 剪你的闪现 过墙 哎呦 这个太太伤人士气了 瞎人猪心了 上路飞机 也是个发育英雄啊 你不能指望飞机带节奏的呀 没法改变局面 但这一波伤害打的还可以 飞机的英雄确实对象厉害 他等级搞起来也很猛 但是血鬼没回过家呀 对吧 这是你一波回家 补完耀光的伤害 那我血鬼回家 再出一些能狗住的装备 然后三 这个时候就全员跟369说 哎 这把跟上一把一样啊 你稳住就行了 是啊 369就很不爽 别死 只要不死 这种真的挺不爽的 这把涛博的中下也优势太大了 对 特别是打野熊熊这边三个头 关键现在辅助位这个潘森有点废了 是的 这个就是作用不大 潘森其实选出来 就跟狗熊一样 对 哎 这两个是差不多啊 我想了一下 机智 这个作用是一样的 他这个如果不扮狗熊 我觉得左边肯定会选狗熊 是的 因为狗熊其实比潘森要肉的多 对 这个配合附属之毛 他潜心厉害 主要狗熊那个费斗 对 他摇打野能力特别强 哎 这边盲森来了 盲森这边的闪键还没有好 但是有一个海克斯科技闪 来了海克斯科技闪 他第一波想了一下 有狗熊就杀了 你想一下 对吧 狗熊他这个位移太棒了 有减速又能把你背回来 对吧 你这个毕竟W以后只是一个定身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减速效果了 这狗熊被扮还是挺挺妙的 哎呦 这个下路 下车 这里奥拉夫在附近在打龙 楼可先踢一脚 这边还想搞 哎呦 跑没办法呀 这边减速要粘了 麦克斯的闪键其实还没好的呢 为什么又是麦克斯 还能怎么办 还好这边的话吓跑了 对 但中的左翼已经来了 塞拉斯还在中 又是一个Q弦的打到奔放 这里奈特没有特别好的技能释放位置 嗯 这波碎气的神龙还没拿掉 是啊 打了一半了 我感觉 对 熊熊过来的血量已经挺低的了 让从头打了 不过还好 毕竟我是奥拉夫对吧 血越少我越猛 从头打的话看会不会有危险 看毛泽这个位置好像没啥危险了 也不会开W以后上也很高 但上路 哎 还没拉到 但这波感觉刚取消 血液鬼有大 血液鬼有大 有大直接交大了 还有闪现 结果直接扫死了 直接被扫死了 哎呦 你看 他有大招 怎么可能会死吗 塞拉斯出击技能CD太久了 但哎 再跳了一下 再玩火 啊 他玩火成功了呀 小兵又挡住了 一笑二 距离有点不够 逼着闪现 那这把又炸了 这把6-0 那就可以 这一波玩火玩成功了 哎 他 刚才他那个二段的那个Q 他是故意吃的嘛 这也太危险了吧 应该就向人家骚一下 没想到真把你勾引过来了 哇 这一波太骚了 好嘞 现在涛博全员秀起来了 对 主要小动门没闪现 没办法支撑了 他这个取消想的就是很简单 我有大 对吧 我有大 而且我必须夺你这个E 偷了你的大招 我反正直接先交旁边 9W闪现 E起身 直接死掉 我感觉好操呀 好操 就一直在那边 被那个操打 你看 你看他不往后走 吃了一下 哎呀 这QG都CD好了呀 一口直接 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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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彻底崩了 左边这个阵容也没有办法的进 这把比上马崩的还快呀 还快 真的 这两队确实实力上 个人能力上还是有差距吧 只能这样说了 哎 左边拿着左一 都没什么办法 对 现在是全员飞 耐得看了一眼 上路2-0的369 今天感觉 这场大家等到MVP就难了 这场感觉是雄兽的 雄兽 飞机一个俯冲往中路走 这个局面已经有点绝望 这阵容翻不了盘 就真的不是不是我们说 KI上校都说了 25分钟后 好吧 涛博一个阵容 很难输 KI上要说 25分钟以后 涛博只是53对47 一样 哎 我们稍微把KI上的这个数据夸大一下 四捨五入一下嘛 四捨五入 一边是0 一边是100 找到你左边 富士猫跟潘森怎么赢吗 富士猫加潘森加瞎子 这组合劣势 我是真的没见赢过 没办法 就是你打涛博不存在 说我偷你两轮 把你给偷赢了 还是第一波太伤了 第一波太伤了 第一波真的想了一下 换个狗熊也许能杀 是 但是你必须说第一波并不是说 左边做的不好 是右边做的太好 对 只能说那个猫咪操作很得当 操作很得当 下车挡Q 然后一起往后拉的上车 确实挺帅的 过来 哎呀 操作变形了 兄弟 潘森下来以后 发现有点打不过 这边一脚踢到 但是猫咪来了 猫咪可是奥拉斯好大大 包括一边秒了 哎呀 正面过去一个Q收到这边的赛拉斯 潘森过来 能不能换掉 换不掉呀 被衣服都劈死了 天 已经彻底崩溃了感觉 这一波 这一波真的脖子太厉害了 刚才这一波小规模团战 有点 有点欺负小朋友的感觉 有没有 已经打崩了呀 就真的是打崩了 现在只有飞机 只有明月桑 什么情况 这比赛怎么翻 我想象 绝望 话伯看来看 今天的V5 里面满满是自己 第一个赛季的影子 一年前的自己 一年前的自己也是很难赢的呀 是的 哎呀 这潘森现在真的是 这奥拉夫就要出了 哎呦 这有猫咪的奥拉夫太厉害了呀 然后把把把把把AD卖了 AD 炸在那个缝里面 想躲技能 太惨了 跟罚战一样 现在 这个不是我不是我们说 左边的阵容不好啊 是因为左边的阵容 是不能有劣势的 打前期的嘛 对 它是一个纯打前期的阵容 左边的阵容一旦 先有劣势就没办法了 看一下这里啊 熊熊在边 今天 擦身而过 然后潘森下来有点不知所措 托阿拉夫打招 阿拉夫往前挺 哎 这猫咪及时上车 太关键了 阿拉夫直接救了下来 而且血量回得很快 潘森过去以后 发现自己没有装备 阿拉夫是个辅助 一枪一枪被点死 哇 这鞋子怎么感觉那么长的样子 吓我一跳 这把其实对于威武来说 很艰难好吧 最近他们其实遭遇了一些问题 感觉那种新的队伍就这样 有的时候三连胜 连胜的时候感觉打得都挺开心 但是三连败 连败的时候 就大家都有点不太会玩了 你知道为什么 他们在连败以后 他们其实自己的信心 也会受到一些阻碍 对呀 然后呢 他们在BP上面 就会选这种阵容 你说第一把和第二把的阵容 其实都多多少少 有一点偏门 对吧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你面对这种阵容 比如说打中游的队伍 都有可能赢 但是面对LPL的三甲队伍 他们建的东西太多了 2080好吧 8080 15分钟领先 一万的成绩了 这刚刚是摸眼跑的时候 直接中大了 大死了 主要是因为威武的对手 却有点强 有点强 所以这个我觉得威武 自己要好好调整 他们最近打 想到什么 RNG EDC 完了呀 这个正版的还是让牢 但是弹的这里是被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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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了一个 弹森跳下来有机会吗 有闪有闪 老婆往这个位置跑是很聪明的 这边有队友能接应一下 但是这里直接把弹森丢了出去 这边有没有后续 但是弹森丢了 弹森丢了 这边是被杀死了 三六九过来 雷尼这里可能也很危险 一闪 炸死 哎呦 猫咪上车 还有Q技能 还有火箭腰带 哇 这个炸车 挡掉了 挡掉了这边的一技能 这太帅了 没Q到 这边要被秀了吗 一脚踢进去 没有后续伤害了 但是他 他一技能打了一下 对 其实这边不炸自己是可以走的 但这一波的话 他博弈是 一眼血亏 啊不那个V5依然血亏 炮博虽然死了两个人 但是这一波还是 不亏 反正 一万一的经济差 这可能这边比他创纪录了 什么纪录 15分钟 一万一的经济差 是有点大 这个应该是 应该是纪录 应该是纪录 V5现在已经乱了呀 这一把现在是什么 V5全员蒙 这里看一下 有视线 我打那套 明明白白的一个单杀 然后中路这一波 正版的升降起 比盗版的强了许多 不过 奈特顶了太多下了 对 这边楼口往这边跑 是很聪明的 对 奥拉夫就在这里 奥拉夫大招开了慢力一点点 还是被这边的潘森给击飞了 但是 后续开起大招 也是配合卢仙 收掉了潘森 好像没这把打得好呀 妈咪打得真好 对 这把打得真 你看这波下车 对吧 挡你的翼 过去打 再上车 红怒 没有Q 躲开 翼叫提走 他这个翼 哦 红buff 是吧 是红buff 没办法 他那翼翼炸了 翼炸了 就那下意识操作嘛 这会肯定要捏翼的 哎 V字 他换了一个7 V字天机 哎 你看炸药包那个 那一个比较长 然后没有炸药包 那下比较短 整齐划7 这波挺糟的 这草重 但现在确实这个比赛 已经早早的失去的选拥 这把翻盘 太难 翻盘 倒不出这些炮牙 赶紧把我挡一下 要死人了 这个 这个翻盘要被秒的 周路 这边还没有拆绕 拆绕之后 被挡了好多下 但是有个救赎 熊这里的血量 抬得很高 很高 好顶着救赎 保持救赎 直接感觉抬了半管血 下落 下落 他也在被36 给拆 85的胜率 85也给的太保守了 一万 就十几分钟 一万多的经纪领先 这个85的胜率 确实太高 太保守了 我觉得这把没有三土龙吧 三土龙这游戏 其实又要加快了 但现在也差不多了 所有的外塔 只想上路一段 要上高地了吗 想上高地 因为现在吸血鬼 其实打团的能力 非常的浅 五个头的吸血鬼啊 他们的墨鱼飞弹 然后左依 都有这种远距离 poke的能力 我的天 还好这边招离个闪现 但是这样的话 你打也不在 正面的水晶 你是不可能去守的 熊熊被打了一套 但有猫民保护他 这边直接看到 他要上了 被那边定到原地 熊熊自己去被秒掉 这边大得很 不错 这边血池 跟一级的杀 还要爆炸了 全部要秒掉 麦克斯也倒了 一波了吗 难道 有没有兵线能续上 感觉有机会一波 这真的要创纪录了 十九分钟都弄不到吗 哇 这 想过来硬杀 睡到了 这边想硬拿 打掉 然后兵线还有 直接来拆 哇 这个 一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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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差打就赢了 我们看谁 谁是最稳的这个人 NOKE NOKE 这边还是想 尽早的结束比赛 确实 十九分钟 正好十九分钟 哇 哦呦 这Vivo最近确实 连遇强敌吧 显得有些 喘不气来了 好像 遭遇到一些的 问题了 不 他们选了一个 没优势 没法玩的阵容 你没办法呀 这这个太剑走偏锋了 对不对 而且 Vivo赛季初期 其实他们 赢的一些比赛 是靠稳达稳打赢下来的 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吧 就是你要打强队 可能想拼一手 想偷一手 对 他们第一局的雅索 包括这局的潘森 我觉得是有这个想法的 但是 昊博其实发挥也比较完美吧 没有给对方偷的这个机会 说实话太血腥了 这场 这场比欧三太血腥了 我希望Vivo的小伙子们 稳住心 稳住心 面对的 毕竟是现在有争 就下季赛 只吃过两次